我們是一起聊這件事情 要做的就是五個人要一起做 少一個都不可能 我們五個人其實舞台魂都還在 就是那種熱情 只是深埋在心裡面很久了 ENERGY合體回歸秘性全說了 回味出道那樣 困打北風仙人 最深男團ENERGY 可為22年合體回歸重新走紅 日前舉辦五千人簽唱會 讓人夢迴他們一出道急爆紅 全台巡迴簽唱會 人潮大爆滿的盛況 大家的初代那樣曝光了 其實像我們之前還沒有 就是出道之前 我們就曾經在 常常在大聖地公園這樣表演 所以太陽對我們來說是還好 我們是可以看的 不過這支舞真的蠻累的 跳的 就叫分段跳舞 是說達哥是吃仙丹嗎 怎麼22年後還是長得一樣啊 可是我跟你講 你們這一團有達哥的一天 你們都不用想說 會老 他是仙人是不是 偶像團體 好像到最後都會分開 其實我們當初在組團的時候 就有預計到有一天會分開了 真的嗎 因為真的 很多的事情 是我們沒辦法預料的嘛 對 就像之前合約的事件 四四難入 對發生那時候 我們大家也都是哭慘 對啊 當初ENERGY成全一年 就因為合約問題 如許男飛遲到去年 就歡迎 ENERGY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ENERGY 五人驚喜現身 五月天演唱會 我收購了你給得走 都跟你說放手 不要 再聽 你的藉口 都跟你說放手 那你給你講 這個能夠成了最大的關鍵是 我覺得是 去年4月2號 五月天那場演唱會 當嘉賓 的開始 當下的那個台下的那種 還有事後在一些那個社群 上面的一些犯會 因為那個真的 我們五個人其實舞台魂都還在 就是那種熱情 只是深埋在心裡面 很久了 可是因為那一場 大家又被勾起來 其實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 我想到以前之前你開的時候 你有後悔過嗎 我覺得不是叫後悔 但是我覺得也很幸運 我覺得也必須得要有這個離開 自己各自去 在人生的道路上去經歷 那就變成這一次的合體 你會更加的爭取 你會知道這是一件 多不容易的事情 同學們早已有幕前幕後的領域 湊起舞人回歸 非常不容易 畢竟要合體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 其實有很多掙扎成分在裡面 因為畢竟十幾年 沒有再聚在一起做這件事情 那光是要回到舞台上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馬上適應 然後甚至說 要練舞要錄音要做所有宣傳 其實 有很多的犧牲 對 也有很多的決定是要 就是這樣確定下去 對 所以其實真的 沒有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 回歸讓五人機器團團 不再重蹈覆測 我們是一起聊這件事情 不是說今天他答應了 我答應了 然後 乃哥沒答應 然後其他人答應了 不是這樣在 我們在一個空間一起聊 因為這件事情是 要做就是五個人要一起做 少一個都不可能 對 而且不是一件 少數不同多數的事情 是只要有一票沒有 就這件事情就不成 我們看得到問題了 但是以前是會選擇逃避 甚至不想面對 就放著 甚至大家就不講 然後就這樣 因為以前可能沒有解決的能力 也不曉得該怎麼 經驗也不到 但我覺得現在大家 各自 各自在外面闖蕩過 然後有一些就是一些歷練 我們現在再回來 回過頭來 組回來這個團體 然後在面對很多事情 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 懂得該怎麼去應變 然後甚至是大家 願意就是 開成普攻就 攤開來講 我覺得這是跟以前 小時候最大的不同 Energy22年後的心境 就如同他們量身打造的 分合歌詞一樣 請我幾次轉生 聚在原來是萬聖 生命戰爭 和美麗的單純 那所有你 在台語的人生 我太完整 從今不再奔奔 我們就要不再奔奔 今天我們 Via河 和美麗的單純 我們就要這樣 我可以 和美麗的單純 全個人